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农民煽动起来了 等到合作化时 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 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 吃饭不花钱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 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让大家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高兴地忘记了 是在跟谁打交道 异常反右 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 甚至丢了轻轻性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 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 知识青年 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声号令上山下乡 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 整整派惨了一代人 到了今天 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 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 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 而忘记了道德 表面上看 人人都想赚钱 而且是赚快钱 道德值多少钱一金 大家不在乎 或者在乎也没有用 就懒得在乎 反正忙着捞钱 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 生机勃勃 风光无限好 这种甜头的后面 是让人的聪明 用不到正道上 老用在歪点上 坑蒙拐骗 假冒伪劣 山寨抄袭 浩大喜功 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 不计后果 处处体现出 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 就是用的不是地方 多年来 人们一直在纳闷 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 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 为什么号称 拥有自主产权的 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 其实大都依赖进口 为什么航母 军机 高铁上的 不起眼的螺栓 全都依赖进口 为什么中国年产 四百亿只圆珠笔 和笔珠 也要依赖进口 发明创新 基础研究 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 靠的是兴趣 毅力 常年的奉献 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 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 投机取巧 无所不用其极 做不出来就偷 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 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翼之邦的道德耻辱感 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 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复兴 给人一点甜头 苦头还在后面呢 现代经济起飞 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 很多人尝到点甜头 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 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 刚开始的时候 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 但是一步一步利益线的跃身 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 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